何兆武到了长沙以后啊 还得继续上学 因为他是从北京去的呢 他总觉得呀 这个湖南的学校有点土气 虽然呢 这个国学根基也很好 可是呢 有关现代方面的知识呢 就闭塞了一些 所以当时他不太想在长沙入学 后来呢 他才知道 其实整个湖南中学水平还是很高的 尤其古文非常的好 而他们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啊 用的是这种铅笔呀 或者是钢笔 写的方便 使用呢也方便 可是你知道吗 湖南的学生还都用毛笔呢 连写英文都用毛笔 你听起来是不是挺滑稽的 湖南啊 原来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内陆地区 一直到了清朝的中叶 经济文化都不是很发达 文化上呢 也相对的落后 可是清朝中叶以后啊 湖南的地位忽然的重要了起来 而且啊 人才辈出的 包括什么曾国藩啦 左宗棠啦 什么黄兴啦 宋教人啊 再到什么毛泽东 彭德怀 刘少奇 当时啊 何兆武没有能解释 几十年以后啊 历史 他们认识一个很熟的一个朋友 也是一个湖南人 这个人呢 给何兆武啊 说了一个说法 哎 何兆武觉得呀 哎 有点道理 他说呢 这个太平天国以前啊 中国主要的这个南北交通线 是走江西 完了下干江九江 从南京走这个大运河到北京的 可是后来呢 就因为太平天国 使得这场这个这条路呢 给断了 那陆路呢 就得走湖南了 所以湖南的经济 哎 就跟着这个交通的发展 繁荣起来了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打这个太平天国的主力军 是湘军 湖南人 而且呢 主要战场就是在江南一带 那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这湘军一去呢 不但掠得了大量的财富 还把大量的图书和文物 也弄到了湖南 于是湖南一下子就有了发展的条件了 很多湖南人啊 一下子就变成了政治上 这个重要人物了 湖南的这个政治地位和以前也就不同了 总的来说啊 文化总是跟着政治经济走的 一直到今天都是 你比如吧 二十世纪初就有很多的诺贝尔奖是英国人 德国人的 可是今天呢 大多都是美国人的了 抗日战争以前啊 湖南的这个中学水平是很不错的 但是只有一所湖南大学 所以湖南的这个中学生毕业以后 如果他要上大学的话 近的就得到那个北边去上那个武汉大学 所以武汉大学的这个湖南籍的学生 占了第一位 湖北学生反倒占到了第二位 要不然呢 就是得往南走 到广东呢 去上那个中山大学 那里头呢 广东的学生占第一位 湖南占第二位 呃 再或者呢 就是到远一点了 比如到上海啊 南京 北京 天津这些大城市 去上学了 年轻的时候啊 和赵武对这些不太了解 虽然呢 他也考了上长沙的那个高中 可是呢 他不愿意去上 恰巧呢 南京的中央大学附中 搬到了长沙 那时候呢 国民党政府啊 是有意的 要把这个中央大学 建成一个全国最大的大学 所以啊 这个宴系设置呢 特别的齐全 呃 什么包括那个美术系啊 音乐系啊 体育系啊 都有 而他的附中呢 水平也相当的不错 这教师都是中央大学出身的 上海南京被日本攻占了以后呢 这中央大学就迁到了重庆 而附中呢 就迁到了长沙 就在湖南大学的南边 当时何赵武的姐姐呀 就跟何赵武说 中央大学附中啊 在南方可是非常好的学校 所以呢 何赵武就改上了这个学校 解放以后 中央大学呢 改成了南京大学 工学院 医学院和师范学院 呃 后来也都独立出来了 附中呢 是跟着师范学院走了 变成了今天的南京师大附中 所以啊 和赵武上的两个中学 是南北两个师大的附中 他们啊 当时是先在这个长沙 读了一年 到了1938年秋天的时候呢 日本人又开始进攻武汉了 这时候呢 这个中大附中又从长沙 又咚咚咚 搬到了这个贵阳去了 后来听说呢 日本人还没打到武汉呢 中国人一把火自己 先把长沙给烧了 这一招是跟这个莫斯科学的 拿破仑打来的时候啊 莫斯科就是一把大火 把自己给烧了 结果呢 拿破仑进来了以后啊 是一座空城 吃的喝的全没有 在莫斯科待不下去 就又撤退了 所以当时啊 中国呢 就想学莫斯科 兼并青眼 让日本人啊 来了一个一无所获 其实啊 这是万不得已才用的办法 国民党当局啊 真的操之过急了 日本人还没来呢 先一整一把火 把整个城都给烧了 这个让自己受到了一个 不应有的巨大损失 北洋时期学校里边啊 那时候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统治 可是到了国民党时期呢 就开始推行这个党化运动了 国民党那时候直接统治的呢 是以南京为中心 主要包括什么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福建 湖北 河南 这几个省份 而其余的啊 比如说 山西两广 西北西南 这些地方呢 那都是军阀的势力的 有点半独立的性质吧 嗯 在那些军阀统治的地方呢 那党化的教育就要少许多 而北京啊 可能真的是因为地位特殊 思想意识呢 这个控制力量啊 也很小 当时这个中大附中 就是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学校 可是呢 它是在这个国民党的直接控制之下的 和赵武一进去啊 就能感受到这种南方学校的气氛 和这个北京啊 北方的这种自由化气氛 哎 的确是不太一样 你比如 学校管理 那都是军事化的 学生必须全部住校 早上起来 这个军训教官就带着你跑步 然后就是唱歌 唱的什么呢 就是大刀香 鬼子们的头上看去 就这种的啊 一边跑一边这么喊的这种 反 一边跑 然后呢 就是要喊口号 它记得最清楚的啊 就是最后一个口号 必须就是 蒋伟园长万岁 晚自习以后 也是要排队点名 唱歌 不是完了以后再接着 喊口号 喊完口号以后才熄灯睡觉 什么时候起床都没人管 不是就是 他这个不是就是 都是全部是军事化的啊 起床肯定有人管 在北京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啊 你在北京 他也住校 也军训 但是啊 你什么时候睡觉啊 什么时候起床 没人管 吃饭的时候呢 也不用排队 可是到了南方啊 他就跟部队一样了 管得特别严 对于像何赵武这样的啊 自由散漫惯了的 哎呦 特别的不习惯 当时他们那时候啊 有一个叫训育 就是训练的训 教育的育 训育主任 有点像 这个 咱们叫什么 教育主任 好 这种人是干嘛的呢 专门负责学生的 政治和品德工作的 呃 大致相当于解放后的政治辅导员 其实还不是 这个 我们后来就要教导主任 对教导主任 你比如说你犯了错误了啊 他不是说校长去给你弄的 这 办 办 办主任直接给你逼了到教务主任那去 由教务主任来决定你这个学生 最后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处罚 我们再回来说何赵武 何赵武他们有一次啊 他们的这个 训育主任 从重庆回来了 说是见了这个罗校长 当时呢 他们那个罗校长就是中央大学校的那个校长 罗嘉伦 哎 嗯 这个罗嘉伦啊 就是当时他们的校长 北京师大附中 也是这样 师范大学校长 那就是副中的校长 他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个副中里边啊 有一个主任 这个主任呢 又相当于中学校长 他等于就是我这个大学 我这个校长管着这个大学 还管一副中 但是副中呢 我给你设的不是校长 是一个主任 这个主任其实就是这个副中的校长 这训育主任呢 就回来以后啊 就给他们讲话 说啊 我在重庆的时候 我见了罗校长了 我请示了罗校长 对这个中学的意见 罗校长就说了 我希望你们办成一个真正的三民主义的学校 这话吧 也许低年级的同学不太懂 就不要问了 可是你高年级的学生 应该是懂的吧 哎 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怕学生左寝 怕学生啊 搞民主 闹革命 还有一件事呢 就挺有意思的 就是那个时候 每星期一的早晨 都要做一个纪念周 上来呢 就是要背诵这个总理遗嘱 就是孙总理啊 有点像文革的时候啊 每天要背的那个 在板前年 一般都是校长 带着背 有一次呢 他们这个校长没在 这训义主任呢 就领着他们背 可是可是他背的半截啊 他自己忘词了 结结巴巴的 他背不下去了 闹得他自己啊 都特别的尴尬 后来和赵五听他一个同学说 南京官场里的那些人 每到星期一的早上 也还都得先在家里边 把这个总理的遗嘱要背熟了 因为什么呀 怕是到时候忘了词 你知道吗 你尴尬了 你那好家伙 你在官场 你做官的 你吃这个官饭的 你都背不下来 那么行啊 不过好在呢 那篇文啊 他不太长 背起来呢 也容易 你想啊 何赵五他们从小学 就开始背了 一直背到了中学毕业呀 早就拱瓜烂熟了 所以啊 何赵五说啊 我现在都七八十岁了 我现在还背得了呢 我一个字都不会错 不过呢 总的来说啊 国民党当时的那种思想控制呢 并不是很严格 同学之间呢 还是很开放的 记得当时啊 有个同学就问他 哎 你是赞成左呀 还是赞成右啊 何赵五说 我赞成左 如果啊 意识形态控制严格的话 那何赵五说的这句话 可就算是犯罪了 嗯 国民党有时候啊 也抓人 可是很多呀 他事先就通气 让他跑了 记得高二的时候啊 有一次 这个作文 这个何赵五呢 就在里边写 这社会的进步啊 也有他的规律 要经历什么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这个五个阶段 他这段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当时啊 进步书刊里边 介绍的那种心思想 他是刚从这个 上海生活书店的 那个杂志里边 读到的 而且啊 对这个什么 全世界都走入 都要走入这个 社会主义这一点啊 何赵五呢 绝对的是深信不疑的 于是呢 他在作文里边 就加入了这一段 写了这么一篇文 按理说呢 那时候的标准啊 你必须是应该讲 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 而你现在 你把社会发展 五个阶段的东西 搬出来 你当然就是 离经叛道的了 可是呢 老师并没有驳驰 或者呢 对何赵五进行 什么思想教育之类的啊 呃 一方面啊 是那时候管的 真的不是很严 另一方面啊 呃 国民党啊 他虽然打着 是什么 三民主义的旗帜啊 实际上 他真的是讲的一套 做的呀 呃 是另一套 他也不是真正的 三民主义 所以啊 他对这个意识形态的 这些东西啊 并不真正的感兴趣 和赵五说啊 说我到 现在我老了 我理解 这个五种生活方式 马克思确实提的过 但是呢 马克思啊 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必然规律 而只是作为了一个经验的事实 就是他是西方历史经历的事实 就是说呢 他并不是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社会都必须经过这五个阶段的 和赵五觉得呀 马克思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呃 可是到了斯嘎林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变成了客观规律了 呃 和赵五举了一个 或许啊 呃 不太恰当的例子 就是 毛泽东啊 曾经自己就说过 小时候呢 他念的是四书五经 呃 孔夫子那一套 青年的时候呢 接触了西方的康德的维新主义思想 到后来呢 他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和赵五觉得呀 呃 毛主席他想说的这些话就是什么 他那一辈子人啊 呃 在他那一代来也说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呃 就说你这就不是一个规律 就说你不能够认为所有人的思想都必须经过这三个阶段 你比如吧 到了和赵五他们这一辈儿的时候 小时候就已经很少人去接受或者去信仰那个孔孟之道 好 呃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期呢我们讲讲他们的教科书 下期见 我说你们一步一样三个阶段 可以啊 好的 我先讲一下 我先讲一下 好的 感谢观看